洪雪芬自由富堪 她在三重出生长大 除了当兵那段时间 从来没有离开三重 是个土生土长的三重人 当别人问起她的故乡 她却说她是云林人 云林是她父亲的故乡 也许因为三重自发展初期 便以出外人邪小的样貌展开 缺乏一种落地深根的气势 每栋房子尽力占满可拥有的空间 门前是自家停车位 屋后的防火像是储藏室 住在里面的人像是随时准备着 发达后越过淡水河 或骆驼时转头回乡 她自脚在三重的歪曲小巷间穿梭 珠网般的巷弄都有通往她家的秘境 不耐烦被交通号制阻挡 遇到红灯便转进巷子里 也总有路可以到达目的地 她讨厌台北 笔直却不准随意转弯的大马路 来找我时经常被单行到困住 抱怨明明我就在隔壁巷子 她却要先绕这么一大圈才能来到我面前 她邀我去她家做客 开车从三重交流到下高速公路 不用去抬总是塞的长长的执行车道 那里直直的通往三重行政中心的热闹区域 一栋栋都更厚的新大楼 拥有一个比一个有气势的名称 我们要靠右往卢州方向 第二个红绿灯路口再右转就转进西尾街了 西尾街向条小溪般地一路挽延到五华街 没有一段路是笔直的 乾隆十五年淡水河畔第三重屯层层存在一条小溪的尾段 如今只留下地名在这条弯弯区区的路上 对三重人来说 每条巷弄都可以把车开进去 向左转的角度向右偏一点 后照镜收起来 在门前闲聊的阿桑把自家的烧金桶移一下 车子就过去了 没有三重人开不过去的路 既然已离开故乡的宽阔农地 再狭窄的路也得要想办法通过才行 这是三重人的切魄 他住的地方 四邻都是看着他长大的叔伯阿姨 年纪相仿的青年 不是前后期的国小 国中同学 就是同一个补习班的同学 他不敢在自家乡弄附近和我牵手 说被认识的人看到会害羞 我们在台北约会时 他可一点也不害羞 常和我手牵手 在种植这白千层的宽阔人行道上散步 那里谁也不认识谁 三重却不是一个适合散步的城市 小葬里住户未占有停车未放置的花盆 杂物成了邻里共有的默契 有人行道的大街 有的散步 小吃摊和桌椅 或是商家摆满要卖的物件 似乎那里本来就是给人做生意 赚取微薄利润的地点 所以三重人不走路 即使到巷口的便利商店买包烟 他们也骑机车 家里工厂的机器还开着 谁有那个闲情散步呢 吃完饭后 他说骑机车送我回家比较不塞车 便载着我骑静迷公司的巷弄 左转右拐上了台北桥 桥上夹杂着白日热气的凉风包围我 坐在骑池的机车后座 有一种飞翔的错觉 我紧紧的抱着温暖的 他说我喜欢共乘汽车的亲密感 更甚于坐在灌满冷气的汽车里 他在风声里吼着 那你要嫁给我吗 图阿利金吉尔